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村委员先生把王林青法官的第三段视频给披露了出来 村委员采取挤牙膏的方式 一段一段的向社会披露 这样引起大家的悬念 更加的引起社会的轰动 他披露的第三段呢 实际上就是他采访王林青法官的第二段的视频 这段视频呢 主要的揭露了王林青所主办的大案 他的案件丢失的那个案子 就是西刊院和陕西省民营企业开起来之间的民事纠纷 而西刊院呢代表的是陕西省政府的利益 那么这个案子呢 实际上陕西省高院已经判西刊院败诉 但是西刊院马上上诉 上诉之后呢 最高人民法院呢就发回去重审 重审之后在2011年呢 整个陕西省高院第二次的判决 是西刊院申诉 那么民营企业开起来呢 败诉他不服 他就再次的上诉 上诉案子到2013年呢 就到这个最高院进行了再审 然后在这个再审期间呢 就发生了很多的怪事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第三段视频就披露了再审期间 在2016年3月5月发生的事情 然后11月呢就是这个案卷给奇怪的给丢失了 那他奇怪的丢失那时加根这一年的3月份5月份发生的两件事情 非常的有关 这两件事情就在这个视频里给披露出来 3月份的时候 主管这个案子的杜永华 他们的一个专委 专门叫王林青到他的办公室 要求他把这个案子 进行这个审判委员会的审理 然后5月份呢杜永华又打电话 告诉王林青 就是说这个案子呢 周强院长的指示 就是要发挥去重审 但是王林青一下就反映过来 发挥去重审 完全是违背中国的民事诉讼法 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 就是再次上诉的案子呢 绝对不能再发挥去重审 已经发挥去一次 2009年已经发挥去了一次 你再次发挥去重审呢 他本身是违法的 违反民事诉讼法的 所以呢 这个周强完全是一个反忙 然后呢周强再命令杜永华 叫王林青他们做一个判决 就是判决这个合同无效 这也是非常明显的违背这个事实 因为当事人都没有提出 这个诉讼的要求就是合同无效的 但是实际上周强就这样乱来 周强为什么乱来呢 他肯定受了大量的贿赂 这个是陕西省政府在后面 蹭腰教他 根本不是依法来判决 而是权大于法 企图来干扰司法公正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段 第三段视频呢 披露的就是周强 还有他的下属杜万华 是怎么样干预这个司法独立 以权干涉司法 然后他背后呢 有很多贪赃枉法的内幕 我们先听一下这段视频 那么之前我们院的院领导 对这个案件 没有一个院领导提出 对这个案件关注的 但是到了16年 3月份 当时分管我们明依庭的 院领导段话专务 就把我叫去了 叫到他的办公室 问我 你们何以庭对这个案件 是怎么研究的 我说我们开完庭了以后 我们呢 在16年的3月 我们何以庭研究完了一次 我们认为呢 这个合作勘察合同 我们何以庭完全一致 认为还是合法有效的 西开院尽管不是他自己的本意 是受政府的领导 或者是其他的人为的操纵的因素 他一与二驾 这种做法肯定是构成了违约了 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 承担违约责任 同时呢 鉴于2005年 陕西省郭头资源厅 做出了2005 65号文 而这个文呢 不仅 不仅 操纵给了陕西省政府和有关部门 而且还操纵给了 凯奇类公司和西开院 那么这个文呢 65号文呢 同意了双方的这种探皇权的转让 所以我们认为呢 既然政府的行政机关 都认可 允许双方进行探皇权转让 我们的司法机关 更没有理由去否认这种探皇权的转让 而且这种探皇权的转让 也符合我们国家的这种矿产资源法 所以呢 我们可以听的 基本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 内容大概就是三个 第一 合作看法合同有效 第二 西开院构成违约 第三 西开院应当把探皇权转让给凯奇类公司 那么杜三伟听完我的汇报以后 就做出了指示 说这个案件 尽管你们可以听的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 鉴于这个案件呢 社会关注度非常高 而且呢 背后的利益很大 要提交到審判委 最高法院審判委员会讨论 不能因为你们合一厅一致意见 就这么定了 当时我就表示同意 我也认为 尽管我们合一厅 虽然是一致意见 但是呢 提交最高院行为会讨论 可能会更信重一些 把握也更大一些 那么到了16年的5月份 杜三伟又把我调到他办公室去 说这个案件呢 这个周院长有明确的指示 要发挥重审 问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说作为这个案件的承办人 我个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为什么不同意呢 因为12年我过去修改了民事诉讼法 其中就明文规定 二刑案件发挥重审 只能发挥一次 在176条早就有规定 我说如果是我们这个案件 我们之前09年 最高法院已经发挥陕西高院重审一次了 如果我们现在再把它发挥重审 明显的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个人是坚决不同意的 那杜三伟就说你保留个人意见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合议 拿出发挥重审的裁定来 赶紧报批 说16年5月好像周强院长正好要到英国访问 在他访问之前这个裁定必须要做出来 那么我就回去以后 就根据院领导的指示 就开始草逆发挥重审的裁定 这个裁定我还没开始写的时候 又接到了杜三伟的电话指示 说让我暂缓草逆发挥重审的裁定 写等一等 写不要写 那么后来才知道杜三伟又有新的指示 要求把这个案件判令不发挥了 实体判决解除双方的合同 要解除双方的合同 那么我当时又提了反对意见 我说这个案件不能解除 解除没有法律依据 一是双方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性 只要把探訪权短让了就可以了 第二都没有提解除合同 我们人民法院当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 人家当事人不提这个诉求 我们怎么主动去解除呢 所以我又提了个反对意见 杜三伟听了以后 沉思良久没有说话 那么我就回来 听完这段视频 我们知道王林青法官的话没有讲完 虽然他的话没有讲完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案件丢失背后的主谋是谁了 这段话是孙议员采访王林青 有关案件丢失的 然后王林青已经讲了前面发生的事情 案件是11月份丢的 但是在3月份5月份发生了这两件事情 所以根据这两件事情我们已经大概知道 案件丢失的主谋是谁 因为王林青讲了在3月份的时候 这个杜万华专委就要求把这个案子呢 要从何一庭转到审判委员会 何一庭呢 是中国法院就每一个个案设的一个联合的合议的一个机构 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常设的一个机构 所以就说个案呢 它有不断的有很多新的这个何一庭 但那些大案的话 要听取这个法院设的审判委员会的意见 这个在司法程序上也是符合法律的 但是呢我们知道 明明何一庭他做出的这个结论是对的 王林青给杜万华讲的 就是要维持这个合同是有效 维护民营企业的权益 但是呢杜万华认为 这个不准确要听审判委员会的意见 然后5月份呢 这个杜万华又突然叫王林青呢 说周强院长有新的指示 要把这个案子发回去重审 而且叫他马上写一个发回去重审的裁决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 周强完全就是个法盲 知法犯法 一个呢我们知道 根据中国的民事诉讼法 这个案子呢 经过了发回去一次重审之后呢 不能第二次再发回去重审 但是周强呢 他就是要命令他的法官呢必须要写 所以搞到王林青没办法 虽然嘴上说哎呀 这个是明显的违反民事诉讼法的 但是那个多文华 他奋命周强的命令 教他写这个裁决 他也不得不写 他就要准备要写这个裁决了 你就看到周强呢是何等的 对法律的这种践踏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但是他拿知法犯法 知道民事诉讼法的诉讼程序是这样 但是他哎我说的话就是比诉讼法还要大 所以你就看到周强这个人呢 他一向就是权大于法 他其实虽然在西南政法大学有个法学硕士学位 但是长期呢在共情团这个系统呢做干部 他知道共产党的文化 所以后来他就讲出了这个 法院都要受党的这个领导 法院就是党的意志的体现 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 那些都是虚伪的虚假的 抛弃这个西法的这些东西 所以他讲的这些呢没有一点的法治的观念 他做这个最高院院长 包括在湖南做省委书记期间 发生的这个李汪洋案 贾金龙案夏军峰案 这些案子呢按照普通的常识的话 不应该是这样判的 尤其是贾金龙夏军峰 一个是反抗那个城管的暴力制法 是一种正当防卫 另一个是反对强差也是正当防卫 不应该判的这么重判死刑 但是呢周强是从一种政治的角度理解这个案子 因为这些人反抗的都是官员 官员的这些早牙城管强差队啊 所以他要维护整个官员的利益 所以你一旦有反抗 那给判你死刑 法律就是整个中国共产党权贵集团 他们镇压人民的一个工具 这一点呢周强深深的理解了 他根本不是维护人民权力的工具 所以他也不讲所谓的这个司法独立啊 司法是维护人权啊 这些他都没有啊 法律就是整人民的 这个理解呢 可能是符合困产党的利益 但是将完全违背法治的精神 那在这次案子当中呢 他显然是受了这个陕西省政府的贿赂 或者是指抑吧 因为他凯西来那是个民营公司 本来的这个贪框权是他的 合同也是写得非常清楚 但是发现这个丰富的框了之后 那这个陕西省政府下面的这个西开院 就撕毁合同一女两嫁 然后拜这个告凯西来拜诉 然后凯西来不服再上诉 那么呢这个最高院呢 应该维护司法的公正 按照事情原原本本的事情来办 这样的话应该判凯西来呢 申诉维护民营企业的权益 但是他维护了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维护 他呢站在这个 我们看到西开院的立场上 站在陕西省政府的立场上 他一个是想发挥去重审 重审就重审到什么 陕西省高院 高院呢 后来就变成了这个西开院的靠山了 因为高院的第一审的判决 就完全是 这个 第一审的判决 还是对凯西来是有利的 就是西开院拜诉 但是后来第一次 最高院给发回去重审之后 那么这个陕高院的重审呢 实际上是违背法律 当时就说西开院是申诉 这样一个重审呢 如果这是第一次的审理 如果你再发回去重审 变成第三次的审理 那第三次的审理呢 那肯定 陕西省高院 潭护西开院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周强呢 就把这个案子发回去重审的目的呢 就是还是要叫西开院获胜嘛 但是发回去重审是违背这个民事诉讼法的 后来他们觉得发回去重审呢 违背国家的法律 这个也说不通啊 连这些干坏事的人都觉得语法不通 那后来直接就打电话了 杜万华给王林青就直接打电话了 就是那我们那个要判这个合同无效 那王林青更加奇怪了 判合同无效呢 双方的当时呢都没有提出这样一个 判合同无效的这个诉求啊 而且根本跟事实不符啊 所以他搞得他非常的为难 就在这样一种挣扎为难当中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11月份 这个案卷就非常奇怪的给丢失了 就是相隔了大概几个月时间 案卷就在戒备森严的状况下 就全面的丢失 这个对王林青来说责任是非常的重大 那到底是谁是这个案卷的丢失者呢 实际上我们第一次做这个王林青案子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就是周强 除非周强之外呢再没有人敢担这样一个责任 因为在其他的这个副院长啊或者什么下面審判委员会的成员呢 他如果指挥这些保安 指挥这个其他的这些法官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 那最后查出来呢他的这个乌纱帽肯定是不保了 但是呢周强他就说我来顶 我们就这样操作 也只有他能指挥动那些这个基检组长啊 还有这个保安的这些负责人呢 他能指挥动 所以最后呢他们一碰头 结论就是这个监视设备坏了 这个背后呢谁能做这个决策呢 唯有周强这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才能做出来 那现在这个事情呢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 就是矛头已经指向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这个法盲院长 这个践踏法律的院长 这样一个知法犯法的这个院长 那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就问啊 这个是不是又一次权力斗争 崔元的背后啊 是不是王岐山啊 是不是赵乐际 甚至是不是习近平呢 这个呢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揭露 共产党他干的坏事呢 总有一天会暴露 周强呢他犯了很多的这些罪错 贪赃亡法的事情太多了 他总有一天呢他会失脚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脚 所以呢比这个崔元给抓住 而且崔元呢他以一种独立媒体人的身份 这个范冰冰呢这个事情他大火全盛 那增强了他的这种公信力 而且呢他的证据充分啊黑字白字 很多的法庭的文件 而且呢有这个王岐清的自诉的视频 那他共产党想抵赖都抵赖不了啊 所以说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 他离这个毁灭的日子啊已经非常的靠近了 希望他的毁灭呢能让中国人 开始反思一下中国的司法制度啊 到底是不是司法独立 中国的法律到底是不是维护公民的权益 还是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 残酷的镇压人民的工具 我们觉醒了之后啊 就应该来结束这个司法制度 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 自由民主国家的法律体系 这就是我们从这个案子中看出的结录 好 谢谢大家 再见